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惡劣天气频发 除了这期大火外 4月14日下午 蒙古国气象与环境监测局官网发布暴风雪和沙尘暴天气预警 当日该国扎布韩省东部 库苏国尔省南部 后航爱省西部 前航爱省北部地区刮起强风 遭遇暴风雪天气 蒙古国近期接连发生强沙尘暴和暴风雪天气 强度为近年来少有 灾害天气覆盖12个省51个县 导致10人死亡 面对自然灾害频发的趋势 蒙古国政府采取多项举措 并与相关国际机构积极合作 努力加强环境治理 防范自然灾害